啊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其實是 欸,是mogor,欸,對不起 對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 Wallforce的成員,然後也目前也是PiLadies的台灣的成員,然後 喔,我簡報用,簡報用英文,然後我講的會用中文,那因為有外國朋友的話我比較方便一點這樣子 那,目前,那第三個其實已經剛剛畢業了齁 就是施打指教的研究生 欸,不能動嗎? 不是,不是,是網,喔,有 好 那,首先我先開始來講一個故事齁 就是,今天,其實因為今年,因為OpenOffice的Session還有Wallforce的Session的關係,我總共投了兩個稿 然後,所以我有兩張VIP票 然後其實,不要講兩張啦,每年我投稿拿到VIP票,其實我都有點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票都很難搶 所以我們,所以像Wallforce很多人,其實大家要搶票都搶不到 所以我每年都會,都在煩惱說,這個票我要給誰 那,大家都是好朋友,那我也不知道,沒辦法說挑出給誰 那今年呢,我有 今年我有兩張VIP票,可是好像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因為還是生多週少,需要的人還是很多 所以 可是在這裡面,那,可是在這裡面,我就發現有一個A 那A平常,他就在,因為平常就是一個蠻努力蠻拼命的 然後我就,而且,他平常也幫助,在Office的工作幫的蠻多的 所以我就,私下敲了A,我就說,欸,你要不要VIP票 我知道你沒有搶到,這樣,然後我就 那,只有VIP票票給你 然後,可是A這個人非常的古謀,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不行,我絕對不拿免費的票,這樣子 然後,你一定要,你要讓我做什麼,這樣 我被他搞得到很煩,這樣 然後,想說,給一張票還這麼麻煩 我就說,好吧,這樣好了,你把它當成一個 當成一個打賭好了 怎麼樣的打賭呢? 我說,因為我知道他,在忙著,寫論文 而且他,論文的事情,讓他弄得很辛苦 可是他,工作地,他的工作常常讓他分 沒辦法專心在副論文上 所以,他一直論文,一直拖著,一直拖著 所以,我跟他講說,好吧,那你 如果說你今年年底之內可以 畢業 這是一個打賭,如果你今年年底之內可以畢業的話 那,OK,這張票就是你的 這是你努力的,努力贏來的 那相反,如果你今年年底不能畢業呢,怎麼辦呢? 因為,大家知道今年的Cost Cup 的票 有一個贊助方案,對不對? 個人贊助方案,一個人五千塊 然後,就說,欸,如果這個一千 你就把它當成說,這是一個五千塊的賭注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畢業的話 今年底,今年沒有辦法畢業,你就輸我五千塊 然後,這個五千塊就作為基金 我明年可以再買一張個人贊助票 來多贊助一個人 後來我就發現 這個方法好像蠻不錯的 對,然後 我就 事情一開始只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只是因為有一個很煩 很煩的傢伙一直在吵我 然後,後來我發現這方法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試著去 隔天我就寫了一封信 直接寫了一封信 雖然我在趕論,我就寫一封信給我FORCE 還有PiLadies 我就說 欸 說什麼呢? 我說 我現在手上還有一張VIP票 如果你們 這個VIP票 不用錢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來寫信跟我要 但是就 有一個條件 就是當成一個賭注 那賭注就是你自己的個人目標 個人計畫 那你提出你的個人目標 個人計畫 如果,那你只要提出一個 你覺得你自己個人目標 今年年底要完成個人目標 個人計畫 什麼都可以 那 譬如說你年底要學Java 年底要學好什麼東西 之類的 或年底要畢業 年底要換成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那 OK 那你就拿去吧 那 如果 你年底的確完成了這件事情 那這張票就是你的 是你引來 是你努力引來的 不用還我 可是如果你 沒有完成這件事情呢 那就算說你輸掉了 那你 要還我五千塊 那這五千塊 我明年可以再來贊助一個人 對 聽起來很酷吧 我覺得 那種感覺是 我在贊助一個夢想 在贊助一個 未來 在贊助一個個人目標 計畫 所以呢 Pokey 北京來的北京的Pokey 我們有一個成員 是北京來的Pokey 他還是我們創始成員之一 他就 馬上就寫一封信給我說 我還有一張 我還有一張VIP 你也拿去用吧 好 所以我現在手上總共有三張VIP 扣掉 有三張VIP了 所以結果我總共有三個夢想 那第一個夢想呢 剛才有講到了 A A想要畢業 而且對他畢業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 他 他 就下一個許願 就是他今年年底一定要畢業 那V呢 V是一個前端的設計師 前端的設計師 而且也是講師 那 他其實一直想學RWD 想學很多年了 我是聽他講 我才知道什麼叫RWD 因為我畢觀實在太久了 對 然後他想學一些RWD 然後他許下運用獎就是今年 可是 今年年底前 他要學會RWD 他要學會RWD 那 學會RWD的話 他可以再做其他講師工作 他可以做更多的 更多的 前端設計的工作 然後 西呢 因為西的目標比較個人一點 我就 他要求保密 所以我這邊就保密下來 對 那 對啦 不過 基本上不是說我要減肥 或是我要交男朋友這種目標 這種 太過私人的目標 是不會得接受的 對 所以 其實這個結果 我覺得 比我想的還要棒 你知道嗎 因為 其實我不是 我不只是在 我不只是在 贊助了三個夢想 而且我其實是在做 我發現了三段 讓我覺得非常感動的故事 然後我發現三個人 講出他們自己 其實他們已經想做很多年 然後可是他們 可能埋藏在心裡 埋藏在心裡的事情 然後 光是聽到這故事 我就超開心的 然後其次是 我點燃了他們這把火 他們這個計畫 可能已經 可能想要 可能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會實現的一個想法 然後他們 因為這張票的關係 他們開始往前走 所以 透過這樣一個公司 我們 創造了一個 participation 讓女生可以 讓 多讓兩三個女生 可以來參加這個 Course Cup 然後在這個 在這個創造 我們 把他們 我們產生的更深的意義 脈絡 我們把 對他們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對 也對我們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 做出來 所以 很酷吧 這次的計畫 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缺陷 譬如說 我覺得我把 那個東西寫得太嚴肅了 大家看到五千塊的計畫 大家都 不大敢出面 這樣子 對 然後覺得 到最後我好像 就 只好一個個去看 知道說是 誰 沒有拿到票 然後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跟他去討談 這樣 但是明年我希望說 這個東西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 我在這邊也希望能夠 徵求 不用的VIP票 如果你有多的VIP票 或是 也不一定是VIP票 你真的更 反正只要是Costcard的票 或是 或是 OSDC的票 歡迎加入我們 如果你覺得 能夠讓更多女生可以參與 Costcard參與 OSDC來參加 Talk 來聽Talk 來學東西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請 麻煩請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 然後我們再來透過這個計畫 那我們這個計畫 我明年也希望可以不只針對 Wall Force跟PiLadies 希望能夠針對所有的女生 可以開放這個計畫 然後可以讓更多女生 可以一起來聽Talk 好 那 其實這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就是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就是 有意義的參與 我想 一開始 當我們在講說 參加Costcard 或是參與Costcard 我希望說 Costcard有更多女生的時候 那個意義是什麼 是不是只是 人來了 只是這邊看到 哇 現在的女生好多喔 好像量化的統計數字一樣 欸 不過今天這場女生才真的比較多 就是說 欸 過去 我記得去年 那個柏槍有講過 大概10%的女生 一成的女生 欸我們看這個數字 覺得很開心嗎 如果只是 希望數字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 請主辦單位 請一對Showgirl 然後 請一千個Showgirl 然後說 哇 你看我們的女生比男生還多 這不是我們想 光是在這邊 其實這件事情 並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謂的更多女生參與 我們想要更多女生參與 是什麼呢 有意義的參與 譬如說 第一個 來聽演講 然後來學東西 然後才女桃 然後 其次呢 來發表Talk 來分享 然後站在台上 然後和大家互動 分享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呢 和大家參與討論 或者 甚至 做下來寫程式 像OPOP做的事一樣 或者是 OPOP今天又被我點名了好幾次 或者是 甚至更深入的參與貢獻 Open Source的計畫 還有很多很多事可以做 總歸來講呢 我們希望女生在這邊 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 創造出有意義的行為 去從事有意義的活動 在這個場地有意義活動 那以這個場地來講 就是Costcard 那有意義活動就是 聽Talk 然後發表Talk 所以 我想請問大家 我想希望大家可以想想說 為什麼大家會 我想大家今天坐在這邊 都會希望有更多女生可以參與 大家為什麼會希望更多女生 你會希望這些女生在這邊做什麼 然後其次 然後其次 你希望這些女生在這邊 做的事情和Show Girl有什麼差別 你希望在這邊有更多女生的時候 這些女生 她做什麼跟Show Girl不一樣的事情 你希望她們做什麼跟Show Girl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第三 你自己呢 你自己為什麼來這邊 你做了什麼跟Show Girl不一樣的事情 那 其實這也是Wall Force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更多有意義的參與 譬如像這樣子 我們想辦法更多的女生可以進來 尤其就過過今天這次的計畫 雖然只有三個人 那或者是 我們也試著去 像今天一樣創造社群一層 然後鼓勵更多的女生上台發表Talk 然後其實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組織女生組織團 承認起來來 接受Open Source的專欄 像我們前一陣子做的 我們試圖去 接受G-Sync的專欄的 Debian的 維護 那 試圖是 直接去貢獻自由軟體 好 當然還有很多事 很多事可以做 所以 不過呢 我們不做 也因為我們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做更有意義的參與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是不做的 譬如說 聯誼 我們不敢 不敢 不敢 我們也不會幫人家介紹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們不是來做這種事情的 對 然後我們也不會 在前台做接待 對 我們不是來做Showgirl的 所以請不要拜託不要再叫 Wall Force來跟你們聯誼的 或是 因為這些話我真的聽得很煩 或者是來介紹女朋友 或是來幫大家做接待 因為我們有很多美女 這些話聽得很煩 我們不是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相反 我們是來做這邊 來 有意義的參與 Costcard 來這邊聽演講 來這邊學東西 來這邊分享東西 來這邊貢獻 好 那在這邊 幾分了 那四五分鐘了 我前面講這麼慢嗎 其實我希望後面可以留點時間 大家可以聊這樣子 好 所以我後面講快一點 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旁邊 小小旁邊的故事 我突然間中文過好了 好 其實是大概五月多的事情 我看到一篇這個東西 五大之工走美 他叫飛上之頭變美女 然後看到這樣一個活動呢 我不經常開始在想一件事情 其實這種活動可能在 有些外國的朋友 不大看得習慣這樣 那台灣人可能也很習慣 覺得麻木掉了 可是我不經常在想一件事情 是說 你為什麼要辦這個活動 那個活動到最後選上的 好像是法文系的 其實跟之工的美女生 沒有關係 好 很好玩喔 那 你到底想要傳達什麼樣的 你想從這個活動裡面 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然後呢 你希望女生看到這樣一個活動 難壓還是有點心 好吧 對不起 你希望女生從這樣的活動裡面 你希望她可以看到 有了 他們這些人 他們在創造什麼樣的意義 脈絡出來 然後 你希望女生 對資訊有興趣的女生 喜歡寫程式的女生 以資訊為業 想往這條路走的高中生們 你希望她們看到這個活動 她們怎麼去看待 在資工這個地 資工系這個地方 你是希望她們覺得 欸 女生來資工系 就是來賣 賣胸 賣屁股的 還是你覺得 希望她們 覺得她們來資工系 是來 可以做更深的研究 然後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資訊科學的 資訊科學的 以上 對 這是一個 我會比較希望以後 不是很想再看到這樣的東西 稍微講一下 我在簡報裡面 如果看到摩基達台灣 有一次這次 福大資工美少女的 sponsor 這樣 我很想寫信 去 請他們撤回sponsor 所以明年我應該會這樣做 好 再來 一些我們未來規劃 那 其實只有在 Wallforce裡面 有很多女生 其實是 不是很夠的事情 我們希望的事情 是希望有更多 女生在 自由軟體社群 有更有意義的參與 而不是只有 Wallforce 那 今年 今年五月呢 因為我們和那個 我們和 HICON的 主辦單位合作 我們試著去 把 雖然那時候我已經 那個論文忙得半死了 可是我還是 我們還是努力的 試著把 拍Ladies 就是拍CON的 女性的組織 把她移植到台灣來 那 對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聚會 那天晚上聚會的照片 那其實有十一個人 這裡面只有十個人 但是 欸 對 十個人沒錯 那有一個提早回去 所以沒有合照 一開始其實 不過後來因為我真的很忙 我 已經整個投入到論文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後續聚會 不過今天應該在八月會開始第一次聚會 這邊如果有玩拍場的女生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跟我聯絡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聚會看看 然後 其實總共有十一個人 雖然 十一個人相對來講還是很少數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 HighLadies台灣是 台灣第二個 自由軟體女性 自由軟體的女性的團體 然後也是在Wallforce以外的第一個 自由軟體的女性團體 那 這我希望 我們會希望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我希望說 能夠走出 Wallforce 我很希望說能夠走出 Wallforce 我們可以走出 走進各個社群裡面 然後協助各個社群 把裡面的 女生的子團體把它帶起來 像 HighLadies台灣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可能是 Ruby Girls台灣 或者是 Debian Women台灣 那 Pearl的女生團體 我到現在沒看到這樣 還是因為我太忙了 來 大姐 等一下 等一下再Cue她好了 等一下再Cue唐鳳姐姐好了 來 所以我們希望 能夠在所有的社群 不只是Wallforce 能夠在所有的社群裡面 都能夠鼓勵 更多的女生參與 能夠在所有的社群都看到更多的女生 那 所以 我們會希望 我們會很需要大家協助 如果你覺得你的社群 你也覺得很認同這樣的想法 你希望能夠有更多女生 在你的社群參與 你希望能夠 我們很願意跟你 你走進大家的社群 你不同的社群裡面 然後去成立子團體 然後去成立子團體 協助成立子團體 然後協助讓更多的女生 可以加入各個 可以 可以 在各個社群裡面 可以跟 有更多的參與 好 對 那其次是 另外一半的題目 叫做 不只是女生 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有 更多元的社群 今天我 今年我 我想問一下 這邊現場有沒有 原住民的朋友 有沒有 好 外國人住台灣 沒有 好 外勞 或是外配 外勞 或是外配 沒有 其實我會覺得沒有這些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這些人佔台灣人口很大 比例 我們這邊有一千多人 可是卻找不到什麼 外勞外配 或是原住民朋友 這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 任何 任何形式的智障 有沒有 喔 好 只有一個 其實這個也低 比例也過低 對 其實我們會發現 這個社群其實非常單一 那即使現在女生比較多 我們還是 只有兩個 兩種聲音 我們其實應該要有更多 更多不一樣的聲音 一個健康社群其實應該要有更多 更多不一樣的聲音 那 對 我們其實還需要更多不同的 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性取向 然後不同的 種族 然後不同思想 思考的人 然後一起來參與 然後 其實這個 關於diversity的想法 是我去年去 德國演講的時候 因為去年去德國演講的時候 我試著去組織了 不好意思 去年我試著組織了 Apache Women 就是 的BOF 然後在 Apache Women 我在組織的時候 Steve Holden 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他 齁 Steve Holden 以前 Python基金會的主席 這樣子 然後一個很可愛的老先生 他就很高興地跑過來 說 你要組織這個太好了 我一定要跟你 有些話一定要跟你講 所以好啊 我就勝前難卻 那天晚上我就勉為其難 跟他聊一聊了這樣 沒有啦 很高興可以認識他 然後 對 他Steve Holden 其實是去年ApacheCon的那個 和總召 那Steve Holden 就去說明說 為什麼 他就說 為什麼 Apache Women 已經停掉那麼多年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沒有人做 然後我就想 好像滿對的 然後他就開始 接下來 他就開始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他之前有去受過一些 像Diversity 的Sensitivity的訓練 就是關於如何 對於不同民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性別 一個敏感度的事 所以他之前 他在 太陽基金會 他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他會 他非常重視 他會把這些精神帶進去 所以 當 之前也發生過滿多衝突 那大家一開始也不是很了解 然後 阻界可以接受 那 這不僅想到我 我會想到說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像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 是不是有辦法說 我們可以有更多人去了解 關於如何 對各種不同的族群更友善 那 去年 今年的 我就想到今年 我在 OpenOffice的論壇上 就收到一封私信 那一封私信就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他其實是OpenOffice的 使用者 多年使用者 那 可是現在OpenOffice改名叫 Apache OpenOffice 然後他變得 他沒辦法跟他朋友 推薦 用Apache OpenOffice 為什麼 因為Apache是 是 他沒辦法接受我們用Apache這個符號 因為Apache是他們 原住民朋友非常重視 非常神聖的符號 那我就 用在這個OpenOffice 他覺得 他朋友們不可能接受這種事情 這是一種邪惡 然後呢 這個事情 上面是大吵架啦 在整個論壇上大吵架 那我總站長 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就回信 因為其實我這個姓是有點逃避啦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Apache贊助的項目 所以我們不可能改這個名字 那如果你有 而且Apache現在是 Apache基金會的註冊商標 所以你要改的話 你應該去跟Apache的法務部門翻譯 對 可是這也讓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 我們其實對很多東西的了解是很脆弱 我們並不知道說 什麼東西其實可能是某個社群的經濟 什麼東西是某個社群 其實他們比較care的事情 所以呢 其實並不要期待說 我們自己真的可以了解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什麼東西不重要的 那有時候就是 又轉不過去 對 有時候就是 就是多聆聽 然後多接受 然後多聆聽 然後多可以 要試著去聆聽 試著去瞭解自己 不了解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會希望未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更廣泛 更多元的社群 不像今天 我們這邊看到頂多兩種聲音 來聲的音樂 這樣真的是不大好 好 謝謝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 還有五分鐘欸 太好了 我真的留了五分鐘 欸 來 唐鳳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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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沒有,我是在想說,Grabby有沒有像這樣子的女生的社群 噢,跟大家一起聊天是不是 那好,我可以再多聊跟你們 聽起來蠻不錯的 其實我們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像Python,Pyledi,Stabian他們都會有情人女生的社群 那也有像這樣的形式,我覺得都是很nice的形式 那未來我們會希望跟Wallforce的觸角更伸出去,不是只有在Wallforce裡面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我今天有開炮齁,不知道會不會太尖銳這樣 對啊,有沒有其他人有別的想法 因為我看前面有兩位穿的非常漂亮的傢伙 好像有蠻多,可能有一些想法想要分享 欸,還有沒有其他,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有一些想法 欸,還有其他,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有一些想法 欸 就是Wallforce一開始 欸,當然之前醞釀很久跟蝦之類的醞釀很久 然後,後來是受到Emily跟Pocky的刺激這樣子 然後後來,最開始的前兩號成員就是我跟那邊的嘉玲 那天的Hacking Saturday我去找嘉玲聊天這樣子 啊,從這件事情開始的 對 那 還好,因為其實我會發現說 就發現說其實 有些沒有寫在簡報裡面的東西是說 我發現有些東西是群聚效應 就是當你開始有女生出現的時候呢 你會開始吸引更多女生加入 人會靠近接近自己的人 所以,當我們開始有這樣一個團體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就陸續有人發現 然後就陸續就越來越有興趣了 那,這件事情是還好 其實我之前就有注意到說台灣的其實在從事諮詢院的女生很多 相對於整個工學院來講 資訊院是對女生比較友善的地方 那,比較多 從事的女生很多 那,所以其實是還好 那,可是像我們在去拍 拍Ladies這個過程的話 其實一開始是拍Ladies 是拍Kong的那個馬兒來找我講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就是整個社群的組織的一個支撐 就是,所以我剛剛會呼籲說 如果這邊有其他社群的Leader 那個是那個嗎? 柏強嗎? 不是,好 那我認錯了 不好意思,如果有其他社群的 但是有一個社群的一些主要的組織者的一個支撐 那我講,這是很重要的 那,整個支撐下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比較有 減少很多阻力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其實並不是 對,我們並不是要跟男生為敵嗎? 從來都沒有這種意思 有這種想法實在是太奇怪了 這樣子,對 嘿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嘿 嗨,你好 嗯 挑戰改變 有啊 我剛才其實就 好打了某個 某個戲 對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我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做 寫論文比較沒有辦法 我是比較想化成具體的行動 那 除了這個以外 挑戰其實我 像蝦 我覺得Ghost Club裡面 其實 這邊我講這樣 除了總召還沒有拿下以外 總召還沒有女生拿下以外 其實 Chost Club高層 一堆 組長都是女生這樣子 而且是很厲害的傢伙 對 那 可是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 我今天也當然提出一個觀念 就是 其實我們不一定很希望 看到女生在這邊 一直扮演 Showgirl的角色 那廠商 當然有這種 sponsor廠商的考量 但是基本上 嗯 怎麼講 譬如說你要了解產品 其實你也不會去跟Showgirl談 你會去跟 跟Sales談 對 那我們不是很希望 其實那個就是花瓶 那我們其實並不是很希望看到 像這樣花瓶的東西 所以未來我們會希望說 譬如說攝影 有些問題啦 譬如說像攝影組 我們也不希望說攝影組 一直吵著正妹 你知道 對這個其實 不過正妹的事情 在今年年初的 ComCom的話 議題 我有提到關於正妹的問題 那 其次 那包括說 我也希望說這個環境 在很多方面 其實這個環境還是可以 在改進 可以更 對女生更友善 那 另外是說 我也希望說樓下的 就是樓下的門神那邊 不是樓下 樓下的那個 叫什麼 接待 招待主櫃台那邊 對 可以不是 不要每次都是小綠綠 因為我覺得難得的場合 應該讓 如果小綠綠有來的話 應該讓他們更 聽更多的talk 對 他們都是很優秀的小孩子 小朋友 那樓下也應該是 一個性別比例 比較混合 比如說有一半男生 一半女生 而不是 對啊 都好像是女生在做 所謂的 在日本 公企業文化裡面 叫倒茶水的工作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還有其他人有些想法 問題 沒有嗎 時間好像到了齁 好 那謝謝大家